是不是 是不是佩服我呢 你看雲林的檢櫃 是不是超好吃 佩服你什麼啦 有事嗎 我佩服的是那個古早味菜頭 不會不是你煎的 起碼我還是率先 拔得頭愁 你就個小嫩嫩 好啊 現在是要下重手 逼我出手是不是 不逼你 隨便啦 來啦 我跟妳講 那我現在找一下 我現在要帶你去雲林一家 找午餐店 是 東西好吃 食物漂亮不說啦 我跟妳講 它還給你滿滿的視覺享受 它有濃濃的櫻倫風 屁啦 雲林耶 櫻倫風不可能啦 怎麼可能啦 哇 妳是 我是對妳有殺父之仇是不是 是不是藝人風 是不是紅色電話廳 真的耶 怎麼可能有這種地方 雲林耶 就說妳捨不跑啊 妳在那邊 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 自己講自己很懂台灣 很懂吃的 一定要做什麼 真的 話說我們之前介紹過 一秒到日本 一秒到美國 這家早午餐更是讓人 一秒到歐洲耶 外觀和室內裝潢 都有著英式的成文優雅 不管哪個角落都能拍出美照 難怪有網友大戰 這是雲林最美最美的早午餐店啦 你幹嘛酗酒啊你 你幹嘛啦 把手機放下 對 這麼美的地方 你看我拍得多漂亮啊 超美 我的天 你看我還酗酒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像錦羽 咖啡 哪是 這個人 這也是一家 英倫風的 所以它就算這樣子很像小 有沒有 英國人放 小酒瓶 它也是咖啡 先看這個啦 這其實說就是 他們店的 比較多人喜歡的 招牌嗎 英式早午餐 它是 大阪燒 豬牌 那是豬牌喔 很酷對不對 但是它變得好有氣質喔 好來 我們來吃吃它的大阪燒 味 非常非常酥脆的炸豬牌 表皮的聲音 大家都有聽到了嗎 有 對 然後它呢 就是外面煎得非常非常酥脆 裡面呢就是豬牌很嫩 你看 你這樣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點點 我知道 嫩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那個熟度 我覺得拿捏得超級好 那個熟度拿捏得很好 然後上面因為撒了那個柴魚片 所以柴魚片還有那個沙拉醬 它主要就是那個味道的部分 它到底是不是蜂蜜芥瓦 它沒有什麼芥末味 可是它有一點蜂蜜香 是是是 那算滿重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說 它到底是蜂蜜芥末 因為它沒有那個芥末的那種 微嗆的感覺 對啊 我想說 但很像嘛 對 因為吃起來是有蜂蜜的那個甜味 來喔來喔來喔 我最喜歡吃肉 跟炸蜜芥 它好日式喔 很日式 簡單的芥香料在上面 然後 我很喜歡它自製的那個美乃滋 因為蜂蜜香氣很夠 對 然後不會甜 淡淡的也不膩 把那個豬排的香氣勾勒出來 對 肉超厚 咬勁超夠 而且一咬下去有那個豬肉的汁 像一盤裡面有兩個 水煮蛋 生菜沙拉 中間有個薯泥 然後再加那種歐式麵包 對 這個太長是正點了 謝謝 在這麼歐風的餐廳吃Bruns 就是有Feel 而且早午餐要營養均衡 點大阪燒豬排 對了 跟手掌一樣厚實的豬排 外酥內嫩 和店家自製的蜂蜜美乃滋超級搭 還有滿滿新鮮蔬菜 配自製的油醋醬 澱粉類交給果乾麵包 一盤吃完真的超有飽足感 薯泥醬菇 裸麥麵包 它是麵包 底下是麵包 裸麥麵包 然後上面是 薯泥 對 我喜歡它薯泥 它薯泥是屬於比較濕潤的薯泥 它香菇也是很簡單的調味 可能就是用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奶油香 一點點而已 我覺得它那個胡椒味 滿那個 滿香的 然後因為它有用那個奶油煎過 所以還有一點奶油香 還有麵包 可以耶 雖然我是無肉不歡的人 重點是它香菇咀嚼之後 那個水分出來 混成薯泥 異常的打 我原本很意外 薯泥 我沒有不喜歡 但香菇我也沒有不喜歡 但是它搭在一起 我會覺得很習慣 看起來有一點 不會耶 而且其實麵包本身是屬於 比較乾的主食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算是 比較有水分的狀態這樣 麵包相對來說 就不會覺得那麼的乾 重點是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有沒有 你到底是不是很想喝酒 就白天嘛 不能喝... 她在工作啊不能喝酒 她還可以這樣 我沒水... 你不像不能在這裡面唱這首歌 然後換一首音音音發一點的 不喝酒... 你們兩個都已經來吃早午餐了 就不能有氣質一點嗎 這道黑松露迅菇佐薯泥 也是走健康路線 鬆軟的裸麥麵包 塗上自製的洋芋泥 放上黑松露迅菇 簡單調味過的美食 也能吃得無負擔 好吃 欸 焦糖布丁 我要看看 來 你告訴我這怎麼吃 這個呢 你上面一定要先敲破 這是一定的 把它這樣拿起來啦 先拿起來放在這邊 嗯 然後就可以吃完 很嫩耶 我覺得焦糖部分是在這個 嗯 這個 就是它這裡的焦糖味比較沒那麼濃 它比較像是那種 很有層次的 這個是中甜 這個是 對... 重甜 打在一起之後 就這樣一口這個 一口這個 對... 甜點我也很喜歡那種 是不是 很好吃 用天然香草籽做的布丁 真的太好吃了 甜而不膩的焦糖味 真的會讓人融化 而且手做的焦糖布丁 每日限量供應 想吃的朋友 可以打電話詢問店家 要不然就得到現場碰運氣囉 好